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看到标题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今天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其实这个视频应该在半个月之前 就应该跟大家见面的 但是当我想到这个题材 并且买好道具的时候 天就开始下雨了 而且这一下就是半个月 今天太阳终于是难得的露了个面 所以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实验 我是买了两种放大镜 一个是这个普通的曲面镜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飞逆耳透镜 据说是这种飞逆耳透镜的聚光效果更好 也就是说等一下它的威力会更强大 那我们先来验证一下 它们两个到底哪一个聚光效果更好 那我们先来验证一下 点证一下 请 close 不好 天阴了 现在已经是4点48了 太阳还是没有出来 就算是等下它出来之后 肯定阳光也是弱了很多 所以我们还是洗一睡吧 祈祷明天还是一个晴天 拜拜 非常不错 今天又是一个晴天 而且太阳比昨天更晴天 并没有到很多 我感觉这些应该够了 我们先用这个放大镜来试一下 如果放大镜不行的话 我们再用这个威力更强的 菲尼尔透镜 被光照的地方 开始变得有点浑浊了 现在整个汽油开始变浑浊起来 这个应该是汽油被加热之后的变化 但是感觉没有明火的话 汽油是不会被点燃的 会冒烟啊 但是没有燃烧 看这种被灶到的地方汽油直接就风干了 好的最后我们简单来个结论 无论是这种放大镜还是这种非涅耳透镜 它们虽然可以利用阳光燃烧很多东西 但是对于燃烧汽油它们还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思妙想或者有趣好的东西 欢迎推荐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